台北市政府前的跨年晚会每年都会挤满人潮 而今年由于台湾受到伊斯兰国恐怖攻击的影响 因此北市的新一分局特别成立了五组反恐打击部队 执行特搜任务 更首次出动侦报犬 针对舞台周边还有台北101大楼巡逻盘查 总共有2100位警力严正以待 特勤人员手中拿着金属探测器跟车辆底盘检查器 还配有两只侦报犬不断在舞台周围来回巡视 这可能是跨年晚会上会见到的景象 因为伊斯兰国ISIS扬言在各地发动恐怖攻击 台湾也遭到点名台北101更是显著目标 跨年晚会为安警方不敢答应 除了增加了黄暴车 还有我们的行动派出所 还有一些的防恐的作为 比如现在所成立的防恐打击部队 我们使用的霹雳的远警 还有制服远警 今年警方动员2100名警力 跟去年相比整整多出一倍 成立五组反恐打击部队执行特搜勤务 包括市府晚会主舞台台北101国贸大楼等 都是重点区域 踩不定时不定点巡逻 而另一个被规范的还有这个 缓缓升空这回空拍机警方严禁规范 只有主办单位向民航局申请通过的 两部空拍机能使用 其他的被发现一律拦截 警方也预制了拦阻的装备 可以有效的反制使用空拍机 凡是未经民航局核准使用空拍机 警方均将依法取缔 随着跨年时间一分一秒倒数 警方绷紧神经 反恐为安严正以待 一点都不敢马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